我当时什么事呢 原来是想要银子呀 没门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乔天爸说完这句话 刚准备说动手的时候 一道银色的粉末在半空扬起 从左之右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 不好 你给我们下的什么药 怎么还没晕 再见 祝你做个好梦 然后 砰一棍子下去 乔天爸眼前一黑就彻底晕了过去 医生 阴霜从一开始的害怕 到后来的惊呆 再到现在的崇拜 前后不过片刻的功夫 就看到娘娘一个人 轻易的就把这三个高手给就地解决了 娘娘不愧是娘娘 总是这么厉害 两个人在这三人的身上 一共扒拉出两千多两的银票 收工 回府吧 两人离开没多久之后 从暗处走出了一位身影 赫然是赌方的冷先生 他正一脸若有所思的 往着陆云罗离去的方向 等会儿再帮我收拾一套男装出来 他等会儿还得去药铺买药 若是以娘娘的身份出去 必定会引起下毒之人的疑心 他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在暗中下毒 最好是不要打草惊蛇 等他先解了外祖父的毒 再腾出手来 好好地解决这些人 娘娘 那今日您还是接着状病吗 昨晚娘娘和他去赌方的时候 就让门口守着的宫女 对外宣称娘娘身子不适 早早地歇下了 谁来都不见 若是今日还是这个理由 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相信 这样 说是有人来找我 就跟他们说 本宫因为外祖父的病伤心过度 昨晚哭了一夜 今日实在不易见人 今日你就别跟着我出府了 留在府里就行了 外祖父那边有周嬷嬷照应着 你也不用过去 就在这院子里守着 把过来的人打发走就行 他除了奶药之外 还准备将空间那些粮食给处理掉 银霜跟着多少有些不方便 不远处的大树上 北堂凌风正眯着毛子在路上小气 忽然听到墙边传来一阵动静 转头看去 却看到一名绝世倾城的女子 那名女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脱起了衣裳 不过还好 只是宽去了最外面的衣裳 北堂凌风顿时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她北堂凌风在江湖上还没浪购呢 可不像因为不小心看了 那个女子的身子 而被迫成亲失去自由 不过 这个小娘子 她怎么感觉有些眼熟呢 可怎么也想不起来 到底在哪里见过 你大白天的躲树上干嘛 鬼鬼祟祟的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陆云罗狐疑地眯起了毛子 越想越觉得 眼前这个男子肯定居心不良 不然为何会在定国侯府偏僻地墙外躲着 北堂凌风起身 潇洒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本大侠不过是在树上睡觉而已 谁知 竟然被你这个女人给 所以你知道我是女子 是因为刚才我换衣服的时候 你都看到了 这死丫头 该不会是要我对他负责吧 虽然说 这丫头长得还挺不错的 这样负责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是你执意要交给本大侠的话呢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我可要跟你提前约法三章 本大侠呢 平时自由惯了 成亲之后呢 不受任何管制和约束 你就负责在家里绣花 这男的怕不是有病吧 我哪句话给他错就飞他不嫁 还绣花 在他脸上就花还差不多 陆云罗强忍着 想要把他嘴缝起来的冲动 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男的怕不是有病吧 我哪句话给他错就飞他不嫁 还绣花 在他脸上就花还差不多 陆云罗强忍着 想要把他嘴缝起来的冲动 头也不回地走了 喂 你去哪里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不想跟有妄想症的人交流 我刚才看你是从定国公府出来吧 本大侠 想向你打听一件事 无可奉告 别这么冷漠嘛 咱俩可是要成亲的人啊 滚 神医阁是京城最有名最大的医馆 坐落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 传闻这神医阁的分店已经遍布五国 不仅拥有各种稀有的天才地宝 更拥有全天下数量最多的大夫 五国之内 但凡是民间的大夫 都以能进神医阁为好 而神医阁背后东家的身份 却极为神秘 无人知晓他真正的身份 陆云罗来到神医阁之后 发现神医阁的医馆人满为患 门口光是免费一诊的大夫就有五人 外面的队伍都排得拐了好几个弯 药铺里也是挤满了许多抓药的人 看来这神医阁的生意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呀 果然呐 医院和药店不管在什么朝代 都是挣钱的地方 你要买药啊 你有病啊 你信不信 你再多说一句 我就把你扎得不能人道 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什么叫他有病 他才有病吧 这女人真很多 果然最毒妇人心 陆云罗在药铺里转了一圈 先寻了个小二问了一下他要的两种稀有药材 公子 稀有药材的话都在二楼 上面会有专人接待您的 公子 不知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呀 陆云罗上来之后 一名老者便立刻上前询问道 陆云罗没有废话 直接将需要的药材说了出来 一位是千年极品雪参 另一位则是九尾凤语类 千年的极品雪参自然不用多说 是可遇不可求的药材 而九尾凤语类 则是九尾花花开九尾 每一尾都需要三年的时间 才能开出一尾 九尾全部开齐 才能收集到凝结而成的凤语类 而且这种花极其娇贵 一不小心可能就养死了 养这种药材不仅耗时耗力 还极为的耗费心神 而野生的九尾花 则很难收集开启九尾时的凤语类 所以价格自然是贵得离谱 这位公子来的还真是时候 原本这两位药材 我们京城的神医阁是没有现货的 十天前有位客户从我们这预定了 正好还剩下一份 老者笑意盈盈地说着 很快就将两位药材取了过来 只是这价格贵嘛 贵得超乎他的想象 原本他以为 十万两银子应该已经绰绰有余了 可没想到还是不够 算下来一共要十五万两的银子 这可是外祖父的救命要 别说是十五万两 就是一百五十万两 他也会想办法买回来的 可目前他还差五万两银子怎么办 他的目光忽然落到了一旁 还凶而报的北唐凌峰的身上 一脸微笑地走了过去 停 有什么事就站在那说 这家伙景气心也太高了吧 难不成是我表情管理不到位 已经把我要借钱四个大字写到脸上了 停 有什么事就站在那说 你之前说要向我打听什么事 陆云罗决定先挖个坑 缓和一下关系 你不是不愿意说吗 被唐凌峰迷着眸子 依然一脸的不幸 事出反常必有妖 刚才一路上不管他怎么求 他都不肯说 现在却忽然改变主意了 借我五万两银子 我一定置无不言言无不尽 保证让你满意 怎么样 哦 原来你是为了银子 买药钱不够了吧 我就说呢 怎么忽然就改变态度了 五万两银子呀 有那五万两银子 他去哪打听不出来呀 真当他北唐凌峰是傻的吗 我告诉你 想要五万两 门都没有 本大侠虽然不缺银子 可我也不傻 不过你若是愿意 给本大侠当个两年的婢女 本大侠倒是愿意考虑考虑 把五万两银子借给你 让你解了现在的燃眉之急 你可知道 本大侠在江湖上 那可是鼎鼎有名的大侠 多少女子挣破了头 都想在本大侠名下当婢女 本大侠愿意给你这次机会 这家伙 怎么啰里巴缩的 真是过躁 靠 这女人 竟然当面给他下毒 北汤凌峰猝不及防地吸了两口 立刻点穴护住了自己的心脉 然后弹起双腿坐了下来 开始逼毒 你在逼毒吗 北汤凌峰此时不能说话 只好给了陆云罗一记恼怒的眼神 吻的不是废话吗 不是在逼毒 难不成是在练功 从北汤凌峰的眼神里得到了答案 陆云罗的笑意更甜了 那你现在是不是不能动啊 这不是想干嘛 我都这样了还不放过我 紧接着 北汤凌峰就眼睁睁地看着陆云罗 摸遍了她的全身 最终在她的怀里 摸出了一叠厚厚的银票 北汤凌峰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呀 她的银票呀 她这是明目张胆的打劫 这是对她赤裸裸的羞辱 看不出来啊 这姜牙还挺有钱的 十万元的巨款就这么装在身上 也不怕被人打劫了 拿了五万两 剩下的银票 可是有良心的给她装回去了 但凡在神医跟买药的 都需要客户签一下售卖文书 陆云罗豪爽地签了一个名字 这两个药总算是买到了 一直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陆云罗临走的时候 看了看北汤凌峰 看到她还在盘腿逼毒 直接扔了一瓶解药给她 这瓶药就当作是 你那五万两银子买的吧 说完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 留下北汤凌峰一个人 咬牙切齿地在地上坐着 你给我等着 别让本大小子遇到你 否则一定把你抓了当奴婢 呵呵喜欢 靠这是什么毒药 怎么半天还没逼出来 那小二拿到售卖文书 先是习惯性地 和桌面上贴着的一张对比了一下 好像这两个字迹挺像的 唐老 你快看 这两个字迹是不是有些相像 小二有些激动 一年前 上头就一直在找一个人 这个人没有画像 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 只有一张写着一首诗的纸 除了自己之外 没有任何可以辨认的信息 这一年来 还是第一次发现 自己如此相像的一回 唐老 也就是刚才接待陆云罗的那位老者 凑过去一看 果然挺像的 只是 这名字怎么写的是 鹿鹿 快 立刻通知上头 是 我 试试 你 试试 你 试试 试 试 感谢观看